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怎么 还在为融资会议的事 受了欠 你早就知道 在家的不是倾诉 而是霍芝 对不对 谁告诉你呢 你果然早知道 你跟霍芝 还是不是一起嘲笑过我 像我笨 像我蠢 像我被你们耍得团团转 还一点发觉都没有 婉儿 你冷静一点 我没告诉你 只是因为怕你惹事 你是怕我多忙解释的 还是你从来都没有 把我当成你妹妹 当成江家人 从小到大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妹妹看 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没数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 我以为你真的疼我 真的接纳了我 现在我总算明白 在你江村眼里 我江伯尔不过是个外人 是个霸不让从哪儿 报过来的严重 不许你这么说你自己 你别演戏了 要不是你指使霍芝 去找陈领生 他能不来参加融资会议吗 你让我在所有人面前出城 然后你来当英雄 你不就是想告诉所有人 你才是江氏集团的 唯一继承人 而我江伯尔怎么都不是吗 霍芝去找过陈领生 霍芝去找过陈领生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 我知道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了 这件事人货之没关系 你别又找他麻烦了 这事你可说不算 请你变得不证明 休息了吗 没有 您有找不到东西了 我就是问问你 最近好吗 没事了 我们早点休息吧 来 吃一个吧 吃得心筋会好一点 这么晚有事找我啊 你去见过陈锦生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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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没有一段感情 起初我还以为 陈领生接近博尔 是为了五星级项目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但是没了你 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 对不起啊 不要跟我说道歉 我应该谢谢你 我知道你去找的 都是没了我的事 我真的不是故意瞒着你 其实我真的不想 防御他跟博尔的 可是我确实也想不出 别的办法 就只能这样 虽然陈领生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他是真心喜欢博尔的 那你们呢 当初为什么分手 是因为 他妈妈说我劈腿 说看到我跟别的男子 去酒店 我真的没有 其实 是陈领生的妈妈 一直都不喜欢我 对得我配不上她 所以不管她 找出什么样的理由 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想什么呢 在想该怎么谢谢你 我们的招标会很成功 虽然博尔对我 还是有些误会 但是 起码我手中了自己的心血 我后来也想通了 江氏不仅仅是我们江家的 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夫 包括我的员工 我应该对他们负责 你能这么想就放心了 其实我不放心的是你 乌尔现在可已经知道 你假扮警诉的事了 最后你要得心了 其实我跟陈领生讲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到了 放心吧 我硬不得来 你要是撑不下去 就别硬撑啊 不知道可是你妹妹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你 你真想信我吗 嗯 你就再请我吃一只雪糕吧 雪糕 你一会儿吃的拉肚子 你可别让我怕 我才不会呢 别生气 我视察到了霍之 和陈领生的关系 可是你妹妹 正跟陈领生打得火热 你让我怎么说啊 你不说她也知道 这个霍之也真是的 我只拼命地帮她瞒着 她都好 为了你全都说出来了 不过 我觉得这个女孩还是不错的 这回你可别错过了 好好好 我不说了 好 你自己看着办 对了 我让你查霍之的时候 你查没查她 为什么跟陈领生非事 说是两个人都快结婚了 然后陈领生的妈妈 突然反对 是吗 我只说她妈妈看见了 她跟一个男人进了酒店 不知 不太可能吧 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让我调查一下 其实我不用调查啊 你心里也应该清楚啊 这青莹素为了让霍之能帮她 先害她失业 再害她失恋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知道霍之知道 这一切会怎么行 你啊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时间差不多了 今儿还去医院吗 我觉得你收拾都是 是啊 一会儿我去医院看 好 哎 方秘书 这是你要的上海项目的资料 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去忙吧 好 来 对不起江小姐 你吓死我了 方秘书呢 呃 她和姜总刚刚出去了 哦 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 我也不知道 她给我的合同还没给我呢 哦 要不然 我给你打电话问问 哎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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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去忙吧 我自己找 啊 好 那我先走了 哼 我就知道 一定是你在帮我哥调查伙子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 你就是获芝吧 之前在江家 跟我顶嘴的人就是你吧 我料那个情愫 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 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陈领生都跟你说了 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 不会有一点 请你相信我 我跟陈领生 已经彻底分手 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 我找他 也是为了有个了断 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 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 这个我心里很有数 江博 这事你误会了 你哥 你哥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 关系这么好了 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 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 真可惜啊 如果我哥三年前遇到的是你 而不是情愫的话 我想你们俩在一起 会更有默契吧 你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吗 三年前在高架桥上那场车祸 你应该记得吧 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我没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啊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 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的 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因为你救的那个人 就是我哥江村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过后 我哥就一直在找你 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 一直转的秦英素 他误以为是你了 就准备要娶秦英素 不管我爸怎么反对 他都很坚定 可是我哥不知道 他娶错了人 怎么不是这样 江村问你跟我说过 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 秦英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不仅如此 他为了能让你心甘情愿地 留在江家帮他打掩的图 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 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 而且他还买通了 幼儿园的保洁阿姨 这钱你拿着 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 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 知道吗 好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跟他 还没有相认呢 可是秦英素嫂就找到了你 你以为你跟陈立生分手 跟他没有关系吗 陈立生的妈妈 为什么一口咬定是你劈的腿 谁让我儿子天天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内帽子呢 难道你真的觉得 他是无中生有吗 你以为秦英素在认识你之后 才开始利用你的吗 其实他自从知道 有你这个人开始了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 他跟你相认 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 姐妹之心 完全就是为了保住 他的江家江太太的地位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我一个死都不相信 我知 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 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 怎么样 被自己亲姐姐骗了都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我看到你 会很愤怒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 只有可怜 被最亲的人骗 是什么滋味啊 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 信不信由你 不过有一点我希望是真的 就是你跟陈领生之间 真的没有任何的瓜葛 不然我不会善罢甘休 先生 先生 先生你醒醒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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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了 江村 三年前那个人就是江村 可他满脸是血 江村 先生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不见你认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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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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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s 你 他 你 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告诉我 你有姐姐了 我们姐妹两个人 相互扶持 快来擦一擦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可能打电话也打不通 知不知道 都快担心死我了 不知 不知 你怎么能想不开呢 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 你 你不会那么好想姐姐 我不相信 为什么 姐姐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我想说你 多儿 我们谈谈吧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你不就是想跟我谈 霍芝吗 你不就是怕我找她麻烦吗 我告诉你已经晚了 什么晚了 怎么了 你担心吗 教寨 你可别忘了 情有素材是你老的 霍芝不是 是 你到底对换师做什么 也没什么呀 我就是把你一直想隐瞒的事情 都告诉他了 三年前的车祸 你为什么会举秦英素回家 秦英素对他做过 那些卑鄙的手段 我全说了 你们不想让我好过 那就谁都别想好过 你 博尔说得对 我以为自己骗了所有人 其实我才是最蠢的那个 选择 后知 你怎么来了 都知道了 网儿都告诉我了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 也知道了 你要知道 我沒有告訴你 是為了怕你受傷害 我怕你知道了以後難受 鄉村 我接受你的提議 什麼提議 我給你自由 一切事情因為我而接 也要因為我而接受 我在青苏身上受到的 打擊太大了 就不差這一個了 我真的現在非常驚醒 沒什麼事呢 對不起 時間不早了 你早點回去休息 什麼提議 還好 姐跟孩子都睡了 睡了 最近她情緒不穩定 晚上老是鬧失眠 所以白天孩子睡 她也跟著睡一會兒 小植 都累了半天了 去歇會兒吧 嗯 來 媽給你切塊西瓜吃 Shawnee 我問你 別忘了 你一會兒 我也是 你很想知道 你自己一會兒 我不是 我不是 你 好 新硬树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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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孩子 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這是什麼呀 這是情訴的身份證 當年他利用我 加入江家 欺騙了江村的感情 我現在要解決這件事 你看 我就說情訴是個壞女人吧 你騙不聽 你還在我面前維護她 怎麼樣 現在被騙得體無完膚了吧 說得對 那你是要替情訴 跟江村離婚嗎 沒錯 我不能再心軟了 我支持你 憑什麼他替你嫁入豪門 這是騙婚啊 有你支持我 我就這麼做了 其實這 口水 你不可以再心軟了 我不會不會 你不可以再心軟了 好 蒋村 我已经准备好了 之前你说 我代替秦英苏给你离婚 我想了想 我能办得到 我跟你开玩笑 你还当真了 我当真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应该得到自由和幸福 以后办事出见 或是怎么了 说离婚就离婚 难道 他想报复秦英苏啊 我跟他开个玩笑 他还当真了 你说 我知道了 肯定是霍之知道了真相 想要赎罪 来 我说 你可不能再心管了 你连累多少人你知道吗 你不能再上海江村 你要给他自由 你要给他自由 你快点儿 人家都要下班了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快 喂 我已经到离婚办事处了 你怎么来不来啊 你在离婚办事处 你还是我的身份中 要跟江村离婚吗 没错 我要代替你跟江村离婚 我用不过那些上天海里的事情 我要一一解决掉 或是你没这个资格 我告诉你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不然 不然我就跟你断续婚线 该回头的人是你 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不管你听听说什么 我都会代替你跟江村离婚的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代替我去离婚 或是我告诉你 你没这个资格 你 你不能阻止我跟江村的感情 你不能阻止我们的婚姻 你跟他不管就是个漏人 我当然有资格 三年前 在郊州湾隧道 就江村的人是我不是你 你知道了 是 我都知道 是你在幼儿园带走的孩子 是你让陈丽生的妈妈 以为我劈腿 是你逼我留在你的身边 还让我骗江村 姐 你太让我失望了 都没有资格 让我当你一身体 好 你要断绝关系 你就断吧 就当我从来 都没有找到过亲人 美女 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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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之 你 谁都可以做这 我可以赞算的赶子 谁都可以赞个礼物 我看到你 姑娘 离婚没有错 有些人干得没心事 他是不会认错的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错 错的是别人 你们不要准备 这位太太 我们已经下班了 你有什么要办的业务 明天再来吧 你要是咋来半个小时 就拿到离婚证了 你就已经诗词有人了 即便我拿到了 你带着父亲远过一杯子 你做不出来伤害别人的事 即便那个人曾经也是安慰你 可是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知道 我曾经确实误把情愫当成你 这是我的错 在这一点上 情愫也是无辜的 我应该对他负责 我们离了婚以后我保证 可以让他今后一时无用 但无论如何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掺和进来 明白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可以为别人着想 你不是也一样吗 评访 你问我 你需要 我必须还要 你不想管我 你追我 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非 够了 你rus 你还不惜 我 你为了 你不惜 你这是跟他人 你怎么不得 你给我站住 我 我不离婚 我不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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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开门 开门呀 又没有人啊 又没有人 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你给我开门 你开门呀 你开门呀 我都告诉你了 我今天上班了 我没有 你有事啊 明天再来 你废偏 你身边病了 莫可 eu McKu可 Tar? 我可报警了 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可以 好可 ahead 我不能离婚 我不能离婚 对不起啊 没有我的话 你的生活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我现在终于知道 秦苏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我和秦苏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你不用缠合进来 你说得对 我是霍智 我做不了秦苏 他做的事 都做不了 你也不需要变成他那样 秦苏是您的女儿吧 是是是 我 我女儿怎么了 我女儿人呢 你女儿闹出事来了 他拿着砖头 砸了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人家报警了 到了派出所 他就一直在说胡话 最后我们好不容易 奔出您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我 妈 小枝 妈怎么了 她说 英素砸了人家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这 那 那他人呢 您家里这是双胞胎啊 是是是 我说你女儿人在哪儿呢 别着急 人在里面呢 你们两个 得留个人在这儿办手续 我来办手续 小枝 你待在这儿 我找英素去啊 这个要停一下 英素 你是秦英素的妹妹 对 你们最好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们严重怀疑 秦英素的精神有问题 妈 你怎么才来接我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就砸了那个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我 我也没离婚呀 我为什么要去 离婚办事处啊 就是 你没事吧 英素 你不用再装了 江村今天根本就没打算 跟你离婚 我们也没有办手续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当初是你先追我的 你知道吗 你说会对我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知道吗 我做这些 我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生儿子 我为了你在江家 江村是你妈的私生女 你妈对她那么好 怎么有一天 她会抢走你的一切 你知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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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苏 远苏 你别吓唬我呀 远苏 你不要吓唬我 远苏 你不要吓唬我 咱们下去坐一会儿 好 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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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吧 妈 怎么样啊 来 妈怎么样啊 医生说不敢确定 还得进一步观察 给开了一点认定药 小植啊 我看你姐这回不像是假的 还是听一声的吧 姐 你昨天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姜伯儿是江村爸爸的私生女 我不知道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故意听爸的电话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听的 不是故意听 不是故意听 爸在电话的 不是故意听 不是故意听 他怎么在这儿呢 他怎么在这儿呢 打了 我不在哪里 不是故意听 不是故意听 他不是故意听 不是故意听 你明白 你不在哪里 说 Россию 就你了 喂 小雅 我找到头发了 几根啊 一两根吧 那儿哪儿够啊 再找几根 那 马杰打扫得太干净了 就找着这么一两根 你自己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 陈江村不注意 揪两根 揪 行吧 我知道了 揪我 你 你不是来取衣服的 没找着啊 嗯 没找到 那我帮你找吧 衣服都是我规矩的 不用了 我不知道 可能搁哪儿去了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您回来了 我 我回来拿两件衣服 之前收拾行李 走得太匆忙了 所以衣服没带够 你怎么没去医院呀 今天屋次加班 我拿点东西就去医院了 你要不洗个澡吧 我 是说 我是说你看今天外面天那么热 你肯定流了一身汗 洗个澡凉快 是的 今天外面天气是挺热的 英素说得没错 你看洗个澡解法 先生 您哪 医院哪 公司哪 两边跑确实是挺累的 马杰 谁呀 这不是秦英素 她是霍芝 是秦英素的孪生妹妹 别弄错了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你还是挺我的 过回自己的生活 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对不起啊 马杰 麻烦你这么久 没事 过了 你们两个 真的是挺像的 我一会儿还要去医院 帮我煮碗面吧 好饿 我给你煮碗馄饨吧 你不是最爱吃 我给你煮的馄饨吗 小姐 帮我 哎 我就说嘛 从来没见过英素 不是 秦英素包裹馄饨 还是霍小姐手艺好 别说 我还真的就想吃这口 那你多吃点 锅里还有呢 先生 你慢吃啊 我去收拾一下浴室 我帮你 不用 我刚才没洗澡 就洗了把脸 没什么好收拾的 我听马杰说 你最近特别累 又要去公司 又要去医院看你爸 是不是忙坏了吧 柯姐 谢谢你 不得我也找不到 在公司的位置 这头上怎么又咬金头发呀 别闹了什么金头发 我又不是外国人 哪儿金头发呀 真的 就在这儿 真的啊 发一下我看看 来 怎么样啊 这种 小时候挺狠啊 怎么样 金子在哪儿 我好像看错了反光 你说嘛 趁机回顿还能找出金头吧 嗯 宝静 宝珏 你яс 41 fruits 是什么意义 啊 你赠算吧 我就是 RNA 你uck 我给你拍š 你收拾补剑的 没收拾补剑的 好 可那也没听进去吧 又疯了 你别这样 我觉得这一次 不太像是装出来的 心机可真够重的 我劝你还是 离这种人远一点好 你跟博二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他因为是我 让你去找陈寗生 故意让他在融资会议丢脸 已经给我冷战好几天了 我跟他解释过了 可是他不相信 算了 反正都是一家人 再怎么说他也是 我妹妹 博二真的是 你爸抱养的吗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你爸这么疼他 挺难得的 可能是从小 我就跟爸对着干 所以他会更喜欢 比较乖巧的博二吧 也可能是老人家 更喜欢女孩子一点 可是他没记载 我还算你 你这回老警才是 我几乎你 我把你都不住了 你不住了 陈凛生 陈凛生 江总 我正要找你呢 你自己找上来了 是这样 福利院要修建阅读室 是我找他有事的 不重要 本来我也要找你谈谈 跟我走吧 不敢吗 没事 你跟霍之的关系应该理清楚 你为什么还来找他 我担心博会找霍之的麻烦 来看看他 你担心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江博 你不要在两个女人之间 犹豫不定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我已经选择清楚了 不像有些人 还念念不忘获之 你什么意思 获之应该过自己的新生活 而新的生活里 没有你 也没有江家的一切 也应该没有你 你放心 我会对博友交代的 该负责责任 我会负责 你应该庆幸 我只帮你得到的演说的机会 不然你早就被博提出局了 走吧 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林生说得对 事到如今 你还能盼望什么呢 你应该把宁静 还给霍之 他有他的人生 而你 也有你的人生 大会儿 何妙真正历 你还有什么 和你哪一样 你都没有解放 你想想吵架 你看我 你想吵架 你还不 сложно 要吵架我一定輸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 你們會吵起來呢 找我什麼事啊 我找你也沒什麼正事 擔心你唄 我跟博兒說的真相 我不想隱瞞他 但想想博兒的脾氣 我怕他找你麻煩 你做得對 你們兩個人相愛 就應該相互坦誠 看來他沒找你麻煩 不用擔心我 倒是 你應該擔心博兒 姜佳最近 也許會麻煩不斷的 你怎麼知道 是這樣 江村在公司裡 不是搶了博兒的風頭嗎 這兄妹之間難免有隔閡 博兒又這麼任性 還有 姜說我現在還在醫院裡 姜佳的造型事還不夠多嗎 我指認 你是不是太關心姜佳了 我 我有嗎 你還真是夠積極的啊 皇上不積極太監 可是這江村 她根本就不知道 姜佳是她妹妹 再說了是不是兄妹 得盡聽報告出來才能知道 江村不知道 我還以為江村請你幫忙呢 你是不是也覺得 我太關心姜佳了 哼 你何止是關心呀 你現在都快成姜佳人了 唉 你實話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幫江村啊 我是覺得對不起她 要不是我的話 她也不會娶秦英素 不娶秦英素 就不會發生現在的一切 她應該會很幸福的 是我不多了她的幸福 所以我應該補償她 我算是明白了 你這是上輩子 沒拯救完地球 這輩子接著拯救 對吧 你別開我玩笑了你 我也發現了 你絕對是上輩子 拯救了地球 不然這輩子 怎麼能找到喬治 這麼帥的男朋友啊 好吧好吧 等等結果出來 我第一時間通知你 那我變快也好 謝謝啦